馬英九登彭嘉瑜保釣 被酸阿Q 正當釣魚台主權衝突 持續升高的敏感時刻 總統府昨天證實 馬英九總統今日將前往 台灣最北端領土彭嘉瑜視察 彭嘉瑜距離釣魚台只有140公里 2005年前總統陳水扁曾在海空軍護航下 登上彭嘉瑜主持海江屏障皆碑儀式 還重申釣魚台主權屬於台灣 馬總統此行也引發保釣聯想 總統府解釋 馬總統希望在任內 盡量走遍每一個離島鄉鎮 但他上任四年多來 還沒仿視過彭嘉瑜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批評 別等到新聞炒熱了 才站在不相關的島上觀望一番 自我阿Q並不好 國民黨則反擊 蘇貞昌是否定扁政府過去的作為嗎 綠營立委則說 社會期盼馬英九去釣魚台宣示主權 不是去彭嘉瑜 連藍尾丁守中也質疑 如果要宣示釣魚台主權 就該坐船繞釣魚台一圈 甚至登島 洪嘉瑜本來就是我們領域 在自家後院宣導主權有何意義 動新聞 英學南韓總統登島報導